我可以先問一下老師 請問 您平常有在按這個按鍵的嗎? 這一顆啊 這一顆您應該都認識對不對 應該好像運95之後就有了嗎? 而且不小心還左二兩顆 那平常老師有按這個按鍵嗎? 您按它來幹嘛用? 看一下那個 開始會不會跳出來有沒有 按一下跳出來 然後就沒事了對不對 請問這一顆除了那個功能以外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功能?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功能? 有耶 它的搭配功能很多耶 我本來也沒有想說可以做這麼多 然後後來就是有看到一些文章啊 然後自己又玩一玩 原來發現查一下那個help 它的功能還真的不少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按鍵呢 有一個其實我們教學上很好用的 你有沒有發現我常常在放大縮小 這個對 教學上老師您如果是放大網址啊 或者是放大那個 您的教材內容 因為有個部分比較小嘛 您放大 其實不用軟體就做得到了 在Mac也有喔 有沒有老師您是用那個Mac的 Mac也有 Mac也有這個功能 只是快速鍵不一樣 我另外一篇文章有提到 但是Windows的就是這個 Windows這個按鍵 加上什麼? 加號跟減號 這個加跟減 您可以搭配數字鍵盤的加減 也可以搭配我們那個 英文鍵盤上面是不是有個加減 兩個都可以 兩個都可以 那第一次按下去的時候呢 是把放大鏡的功能打開 就是不管是按加或減 第一次按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有出現一個東西 有沒有出現一個這個東西 雖然它以前主要的目的是要做什麼 就是給視障同學用嘛 因為這是所謂的那個 就是輔助的一個程式 可是其實在我們教學上 卻是很難認識 我覺得很好 所以你按了這個快速鍵之後 它馬上就會把這個放大鏡打開 那打開之後呢 你想要再放大 當然我通常就不建議你要來開這個 你滑鼠滑過這個放大鏡的時候 它會把這個打開 你用這裡 就遜了一點點 呵呵呵 直接用快速鍵就好了 我們剛剛不是Windows加跟減嗎 有沒有注意到這樣就放大了 其實也蠻好用的啊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提到 需要這個功能 因為網頁請問老師 你會不會放大跟縮小 會 因為這個現在大家都會了 對不對 Ctrl加滾輪啊 或者是Ctrl加減 可是 如果您的是簡報 如果您的是一般的文件 不是網頁的 是不是就沒責了 對這個就是一個問題的 所以您搭配這個就好用啊 因為螢幕上的畫面都可以用 所以我們在這裡 你看我加 有沒有這個就跑出來了 預設應該是會自動放大到200 就是會放大到200 你看這裡就有這個有沒有 預設就放大到200 所以你從這邊不反對啦 只是通常我會建議就是 把它怎麼樣 就是 就是 用快速鍵好一點 那 建議老師您在用的時候 這個放大鏡啊 可以拖曳到旁邊 就是您這個 小四床可以拖到旁邊 為什麼喔 因為 你如果離開它 它不是會變成一個 小小放大鏡那邊嗎 有時候這樣也是有一點點干擾 一點點干擾 所以 如果你把它 像它我們剛剛的預設位置在正中間 是不是就剛好在你那個文件的正中間 有時候還是干擾到一點點 所以通常我就把它拉到旁邊或下面去 比較不會取消 比較不會用到它 欸那請問你 不想用的呢 不想用有幾種方法 不要看它也是不想用 另外一種真的就是 我要把這個程式關掉了 我就不想玩了 就是我真的也用不到了 那在下面這裡 我好像有寫 我看一下 有一個離開 喔有 在這裡 有沒有這個加ES7結束 這樣是結束這個放大鏡 當然你說我四床那個叉叉也可以 我們剛剛在這個地方 你直接按叉叉意思也是一樣 這樣也是可以 所以你看 有沒有發現 原來放大不求人 裡面就有了 裡面就有 只是也許你平常沒有這樣用 再來還有一個 這個大家也常常會遇到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個印象 以前Windows XP之前 有一個按鈕的圖示 叫做顯示桌面 有沒有 有齁 請問Windows7以後有沒有那個 沒有喔 已經沒有了 所以你必須要到 很旁邊很旁邊 是不是才有一個這個 那 老實講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設計的心態是怎樣 只要它顯示桌面這麼不好 但是他就把它做到很旁邊 所以有時候你要點那一塊 老實講有點困難 尤其是螢幕解析度比較高的時候 那一塊會變蠻小的 那 怎麼樣才能夠把桌面顯示出來 在下面 就是這個 這個 Windows那個按加D 你可以把 其實事實上還有另外一個按鍵 加M 麥當勞的那個M 也可以 你看Windows加M 有沒有回到桌面 沒有錯吧 雖然我上面沒有寫 但是其實你加M也是可以喔 加D 你覺得按下這個加D 有沒有顯示桌面 所以 因為M的話 是minimize 就是最小化 把所有事實上最小化 那你加D 我就把它想成Display 把我們的桌面Display出來 也可以啊 看你 因為有時候我們計快速間 我們希望計比較有意義的 這樣各位 您就不會覺得說 我是在 好像是在背東西 而是你平常就在用 所以 這樣 有沒有比你 用眼睛找到這邊 然後叫滑鼠 來這裡按一下 快多了 嗯 這樣就快很多 那另外一個老師 平常 有在用的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上課的時候 假設我要投影 投影 假設你做Nordbook 因為各位老師 比較少到Nordbook上 如果你說Nordbook 接到那個投影機之後 我們 Nordbook鍵盤上 不是有一個投影嗎 可是 我也會有一個困擾喔 什麼困擾 都忘記 到底我現在是什麼模式 然後就 反正那個組合鍵 就按一下 按一下 它會自動切換嘛 欸 這樣還是有點麻煩 如果你搭配這個P 以前 我們是Ctrl加P 是Print P是Print的意思嘛 欸 現在就不一樣 P是Print 投影 Windows加P Print 所以你看我的Windows加P 有沒有注意到 我這樣看得很清楚 再按一下 就是那個Windows按鍵按著 每按一次P 有沒有自動切換 這樣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就是它那個圖示 會比我們 Nordbook上那個 就按一下按一下去看喔 容易清楚到底你在哪一個模式 因為有時候 你就是 啊不行啊 然後你就變成說 你要在那邊 我再按一下 確定一下到底現在是哪一個模式 那這個是 我們的Windows按鍵裡面 比較特殊的 好 再來 檔案總管 這就算了啦 檔案總管 大家有在用嗎 啊 檔案總管 去哪裡叫檔案總管出來 好多地方都有檔案總管對不對 但是就是沒有這個塊 因為檔案總管的英文就是 ISPORER 欸各位知道為什麼叫IE嗎 Internet ISPORER 網際網路的探險者嘛 對不對 那ISPORER在我們電腦裡面 就是所謂的 中文當作檔案總管 就這樣而已啊 所以 你用他的 英文意思 你再來看這個 你就會很理解 就不需要特別去記 好不需要特別記 這樣 有沒有快很多 這個加1 有沒有就打開了 所以快速鍵是給誰用的 蛤 快速鍵是給眼睛不想打開的人用的 因為你閉著眼睛也會 其實 事實上 你會發現快速鍵給誰用 給右扁是用的 你不覺得嗎 老師你按快速鍵是兩隻手 這樣不行喔 為什麼 法屬放胎 你就不能做其他事情 但是你會發現你在用電腦的時候 左手常常是閒著的 為什麼給右扁是 因為右扁是右手在操控法屬 左手沒事幹 所以加一點快速鍵 娛樂一下 你不覺得我們的快速鍵 都剛好跟左手位置相同嗎 都是在他比較能夠 就是一次按到 除了剛那個扁那個比較圓 有沒有 大部分的都是在 一手之間就可以完成 如果你顛倒過來用右手去按快速鍵 欸 你反而會卡卡的喔 那快速鍵不見得適合你喔 所以如果老師是左腿直 那快速鍵就算了 哈哈哈哈 好 OK 那麼 下面這個到 您可以看一下 像這個 因為老師大部分都是用注音輸入吧 對不對 所以 您要叫出那個痘點 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應該老師比較常用對不對 好 雖然他就沒有Windows那個按鍵喔 那我們往下走 這個的話 左邊視窗 右邊視窗 這看人啊 如果您需要像我剛剛那樣比多一下的 其實也可以拉到旁邊 如果你懶得 像我們拉到旁邊 不是就站一半嗎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視窗再拉到旁邊 可以做比對 這是一種方法 一種方法 那如果您要合起來 我就把它像這樣再合進來就好了 這樣也可以 所以那個 這個快速鍵我就 不講 那我們往下 欸 這個上次 有老師有體驗過的 桌面圖 可不可以放大 這個啊 欸 趕快 考驗一下 顯示桌面 可以偷看 拿一個快速鍵 對 Display碼 麥當腦的 喔這裡其實我這邊已經算蠻大的 這個 Windows按鍵 加滾盆 這個 有沒有 擦錯啦 抱歉 擦錯鍵加滾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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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這樣縮小一點 對不對 放大一點 縮小一點 這樣 對老師如果有時候 桌面的東西想要看清楚一點 是不是就比較容易一些 事實上我們在 如果您是用Mac電腦的話 他桌面 那個圖示 通常都比較大一點 比Windows的大一點 所以有些人 覺得說我用那個 就看起來 相對比較舒服 但是Windows我們也可以拿到 就Ctrl鍵 加上滑鼠滾輪 就可以了 好下面這幾個 欸 這個的話 要問一下 各位老師 請問你有升級到Windows 10了嗎 有的有的沒有 因為下面這個是 Windows 10才有的 這些功能 就是 比如說你要切換輸入法 就是Windows加空白鍵 這個變成跟我們一般的不一樣 就是Windows 8 7還有以前的版本 都是不一樣的 好 這樣 有沒有發現原來 Windows內建就不少功能 只是平常 可能大家 不會覺得說 我要聽一門客 來教Windows怎麼用 對吧 因為覺得好像 一下就上走 其實是讓他有一些 就是 快速的方式 其實可以提升我們工作效率 這樣子